早安台湾 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7分05秒 各位听众 我们此刻要为您连线访问 动物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解说 最重要最新的外电消息 老师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非常受到瞩目 我们已经关注了很久的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以哈冲突 还有就是厄乌战争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他们有哪些个新的进展呢 对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是就以哈冲突来讲 我们发现战争似乎有一点点 你说可以看到两条线的发展 一方面你看战争上是 好像以色列都打得差不多了 你看像哈马斯本来在加沙走廊有非常多的地道 那么以色列从地中海沿着水海水就关到地道里面 那克里套里面当然哈马斯的指挥官 那个战士就是躲不住了 就跑出来 跑出来当然就被逮了 那哈马斯当然一直讲说 我手中还有130几个人质 那如果你要人质释放 你要停回跟我谈判 但似乎没什么用 以色列继续的攻击 那么这方面 可是另一方面 你又发现战争似乎有一点点往外扩大的味道 以色列的讲法就是警告珍珠党 你如果再怎么样 那我可能就打珍珠党了 珍珠党在以色列的北部 也就是以色列北部是黎巴嫩 黎巴嫩的南方控制的这个势力 那么如果说珍珠党在这一阵子 他本来就是哈马斯的 但是他基本上还算克制 但如果说今天以色列就打珍珠党 那不是就又扩 但珍珠党就扩大了 另一方面 我们不是讲说阿拉伯南部 沙特沙特阿拉伯南部 叶门的这个青年运动 就叫他叛军 那么青年军有时候攻击红海的这个船 那以色列就讲说 如果国际上不能处理的话 那我就要处理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 礼拜天的清晨 我们又看到伊朗东部 有18个储油槽发生了爆炸 那储油槽发生了爆炸 那你明白的当然就是 不可能是意外 意外怎么会18个同时爆炸 那是被谁破坏 那后面是不是也是以色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看到起码有些战火 似乎有外溢的一个现象 满出来到别的周围的国家 那到底战争是要停的 还是会扩大呢 所以我们眼前看到是两个不同的发展 那么是不是以色列就警告以后 说战争不许扩大 或者是说加萨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处理一点外面的事 我们就是看后面的一个发展 那至于那个欧乌战争 这也有意思 欧乌战争 其实我们看的是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 普京到中东去访问 他礼拜三到了沙特 到沙特的阿拉伯 他是离开了先去阿联 阿联酋 然后在沙特 那么和沙特王储 MBS来会谈 讨论了双边的问题 地区的问题 国际的问题 从小到大 都讨论到 这个事情值得关切的就是 MBS它本来是要到英国去的 到英国去 这个时间撞到了以后 那么他就推迟了到英国的访问 在利亚德接待普京 这个就很有意思 当然人家就解读了 那是不是对沙特 沙乌地阿拉伯来讲 跟俄国的关系 比跟英国的关系更重要呢 那当然利亚德 我们也是不承认了 还没有 当然非常重要 非常重视跟英国的关系 但是你看他能够 把到英国的访问 能够推迟了 然后去接待普京 那起码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普京没有被孤立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说西方 就像联合盟国 跟邪狼志同道合的国家 普京就发动俄乌战争 那我要制裁你 我们要孤立普京 那现在普京似乎已经 你可以到出国去访问 然后也似乎已经有打破孤立的一种迹象 那这个是不是战争 会影响战争的情形呢 那乌克兰这边 我们上那边也谈到 美国这边就在大声疾呼 白宫就呼吁国会议员 这个不行你再拨拨款的话 那乌克兰这个我们没钱了 所以呢拜登就把这个 泽伦斯基就找来了 找来了再表示到白宫 我对你支持 而且像白宫斯基在参议院演讲 就希望给国会一些压力 你们赶快把钱给拨下来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上个礼拜看到的 那么两个战争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 老师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战争放在一起谈 其实是因为这当中有一些重复的因素 我们看到就是您刚刚提到 沙特在这两个世界里面都扮演了一个角色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这两件事情 其实它是互相影响的 有这样的观察吗 对 它在几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你说你是刚刚讲的 第一点就是我们讲沙特 沙特阿拉伯他在中间 因为他就想走自己的路 就是美国跟沙奥地的关系 当然已经有产生了变化 在那边好像在走这一路 那么将来中东战争打完 比如说你像中东战争 打完沙特本来跟以色列要谈门建脚讲一半 结果后来哈马斯就说 破坏以色列跟沙特的关系 现在如果打完了以后 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不是就继续呢 或者说是打完之后 纳塔亚胡我们以前谈过 他的案子是不是法院继续审 那他是不是又交通烂额 又忙别的事去了 好 反正这是沙特 然后沙特他在这边 他觉得整个大的趋势是 美国是要离开中东 美国把重点摆在印太 美国把重点摆在印太 所以上次说那我得布局我自己的关系了 比如说跟中国的关系 他跟俄罗斯 一个是OPEC 一个是non-OPEC的产油 这里面所以跟俄罗斯的关系 他如果要布的局 他跟俄罗斯有关系 俄罗斯就你刚刚讲 俄乌战争 他就让俄罗斯总统普京 又重新的从古力中走出来 那两个就连在一起了 那还有一个连在一起什么呢 预算嘛 那么美国的各种援助 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在像 援助以色列或者中东 美国算号称说 他可以同时应付到两场战争了 可是钱是优先的 你这边的钱 那就那边钱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 美国是想把援助乌克兰的钱 跟援助以色列的钱 挂钩挂在一起 那么放在向国会里面通过 国会说别把这两事扯在一块 不准挂 所以这里面都到底 就是国会不拨款 因为国会觉得 给乌克兰找是给个空白支票 你的战争陷入你闹之中 而且你贪腐也很严重 特别严重 你钱用到哪去都不晓得 乌克兰的给援助乌克兰的钱 跟援助以色列的钱 别挂在一块 所以你说这又是某种程度的 美国外交政策来讲 也把它是连还是不连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好 非常有意思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篇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先请刘老师 为我们来看看 以哈冲突 还有厄乌战争 其实这两件事情 是后面是有相关联的 元素可以观察得到 另外我们来看看阿根廷 老师我们比较少看阿根廷 阿根廷有一个新任的总统 叫米莱 他宣誓就职了 可是米莱的风格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米莱呢 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讲 小小又连在一起了 你看我们刚刚讲 泽伦斯基他到华盛顿去 泽伦斯基在华盛顿之前在哪里呢 就是阿根廷参加米莱的就职典礼 米莱就职典礼很有意思 他找了泽伦斯基 还找了巴西的前总统波索纳罗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巴西前总统以前叫巴西川普 那米莱呢被叫阿根廷川普 所以你看我们前我们上次讨论到荷兰川普 所以川普一个一个冒出来了 川普说在美国各地都有川普 那什么叫川普呢 就是素人嘛 民粹嘛 民粹好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 那为什么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看呢 因为阿根廷他的经济 阿根廷是大国 我们晓得南美洲的ABC三国嘛 阿根廷巴西智利 阿根廷是大国 大国本来也是粮食出口 他经济营养不错 就没想到这经济非常非常的糟 非常糟 那就是过去的几任总统他这个管理问题 而且不断的补贴政府超额的支出 你看从讲到过去的2011年到2022年 10年之内工部门的就业人口增加了34% 同期的民间企业才增加3% 就是大家都想当公务员 为什么呢 铁饭碗嘛 有钱嘛 然后预算赤字超过GDP的4% 那么2020年来发生过9次的违约 违约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款了 那怎么办呢 政府借不款 那我自己印钞票吧 那我印钞票呢 所以批手大量的贬值 贬值 结果黑市美金不断的涨价 那么通膨不断的上升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民粹的一个领导人会当选 当选他讲说他重要的就是财金支出 所以他的竞选的时候就是标志拿一把锯子 把政府的部门锯掉 这个部门也关了 那个部门也关了 然后你看他上礼拜天刚就职 他马上批手就贬值了54% 就要贬值 他说我要贬值我才能救这个经济 然后甚至说除了裁减以外 裁减关掉的政府部门以外 他本来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用美元好了 不要用 比如硬半年的钱也没用 我们全部改用美元 就他非常的激进 当然我们晓得他在选举的时候激进 选上以后那么他会怎么做 还有在看 但是你想阿根在摆在面前 阿根你的经济非常的艰困 那这么艰难的一个经济情势 你怎么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不是为了经济问题 就是为了移民问题 就出现了好多种不同的民粹 这些民粹通通都被叫做川普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 那有没有可能 这样一个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民粹 或是我们讲川普 类川普旋风 有没有可能现在开始又慢慢要刮起 从自从这个我们讲八年前 川普刚刚当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哇看川普真是意气风发 对啊 所以这个就我们讲说 以前这个美国川普当选 美国总统的时候 我们说不是川普制造了民粹 是民粹把川普送进了白宫 就这个浪潮是先有这个趋势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民粹 是不是从大西洋的这个案 就一路激荡到大天彼岸 就是看欧洲的这个民粹 欧洲民粹大概稍微就缓和一点了 本来就缓和一点 缓和一点呢 可是你看最近缓和又有点起来了 为什么呢 俄乌战争以后 大批的乌克兰难民又来了 所以难民来 你要阻挡难民 你刺激到民族主义整个起来 所以你看这个民粹又起来 所以这个荷兰的民粹 这个川普所以能够当选 原因就是因为 他说我党的移民 移民太多了 那所以这样的一块 你看那经济问题 移民问题 会不会互相鼓励 让别的这个极右派的 或者极端的这个民族主义者 这个真的素人又整个冒出来呢 所以现在谁也讲不定 但是我们就是整整的观察 因为美国的川普 到底是不是又会当选 如果美国川普又当选 你可以想见各地的川普 又都冒出来了 所以这是大家都是提高警觉 灯大眼睛在那边看的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他 老师另外我们来看看 这个中国跟欧洲 中国跟欧洲举行了 这个领导人峰会 我想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就是这个峰会 我们要看的是哪一个面向 对那我们晓得这个中国大陆 跟欧洲的这个峰会 12月17号在北京 他是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那会晤也是4年来首次的 这个线下的这个会晤 今年也是中国跟欧洲 建全面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20年 那讨论了在中国大陆 也非常重视跟欧洲的关系 李强也到欧洲去访问 什么的重视这关系 但是问题是 你会仔细看 中国跟欧洲关系并不合拍 没有在一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那么最喜欢讲的 就是多极 打造一个多极的气息 所以习近平就讲说 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 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 就是我们的多极 那可是问题是 打造多极 那可是欧洲人他关心的是 你不要老从中美对抗的视角 来看中欧关系 你们就是想把欧洲 从美国阵营分裂出来 然后强调多极 你是不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我欧洲人的关切 那欧洲人关切什么呢 不是那么高大上的 什么多极国际体系 欧洲人关切是 近在咫尺的俄罗斯威胁 那你用办法感同身受 你如果感同身受 那你中国跟俄罗斯关系那么好 这是怎么解释 这是一个 多极不多极 我哪有形有余力 我在战场旁边 我那时间想多极不多极 然后第二个贸易逆差 那么EU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达到4000亿欧元 过去两年翻了一倍 你这问题是不是能解决一下 而且现在中国大陆不是推动电动车 电动车政府会补贴 所以你发现 这次出口战是世界第一 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成就 可是对别的国家来讲 中国政府补贴的电动车 泛滥到各国的市场 是不是要挡一下 所以欧洲委开始调查 这里面有没有不公平的贸易 所以他这次就跟中国基本上谈这个事情 你讲的很高大上 那你是不是具体解决一下贸易问题 所以我们要观察就是 你说中国大陆是从多极体系来讲 那欧洲关系到俄罗斯的威胁 那中国也不可能 因为这样跟俄罗斯关系不好 所以这个方面就各说各话就没解了 那没解那就马上就落下来 那就最实体的具体的就是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 赶快是不是想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能够解决贸易逆差 中欧关系警察后面才有发展 才有动力啊 不然的话你这种关系走着走着 就是大家就各说各话 行礼如遗 开个峰会 没结果 这个就蛮可惜 然后欧洲也觉得 你看中国大陆 中国不是每一次都跟个别欧洲国家好吗 你跟马克宏好 你冷落了范德莱恩 那欧洲欧盟也讲说 你都拿了我们个别国家 然后就分化跟欧盟整体关系 这也不对啊 所以这里面是有矛盾的 是 老师您提到了欧盟 欧盟最近在AI的使用管理法规上面 有一个重大的临时协议 我想也请老师花一点点时间来跟我们介绍好不好 是 AI 大家很关心 AI 你想想看 那么到底AI会不会颠覆到整个国际秩序 它会不会失控 现在大家都在想 包括以前OpenAI的公司 AI怎么发展 你让科技去走 然后像脱江野马一样 那就像各国就想说不行 我们把它规范一下 所以有科技的秩序 有政治的秩序 所以把它拉到政治秩序里面来规范一下 所以欧盟在这方面我觉得很重要 那是一个里程碑 里程碑12月19号的时候 达成AI使用管理法规的重大临时协议 就对AI做了一些规范 所以这点应该是个起点 以后慢慢的就等于把科技的脱江野马关到笼子里面来 我又要享受科技 我又把它颠覆了整个人类现有的社会 人脸辨识武器 怎么样的加以规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是 每次老师跟我们来提到这些新的科技的看法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欧盟好像动作都比较快一点 显然是会比美国 或是比亚洲国家动作都比较快一点 会想要去规范它 或是看到它看得更远的地方 会不会对人类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点我倒是觉得欧盟好像做的还可以 是 一点不错 不管是规范 你说科技 不管是环保 你说基因改造 基改的食品 其实欧盟都走在美国前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欧洲 我们觉得也蛮欣赏 也蛮尊敬的地方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 东武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分别为我们关注了 这个世界上很受瞩目的两个重要的战争或冲突 另外还有就是阿根廷的新当选的总统 被称为阿根廷川普 那么另外中欧的关系 而提到了欧洲 欧盟 欧盟对于AI的法规的这个决议也很重要 我们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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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26分51秒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 今天呢 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的头版上面通通为您关注了中节台中捷运 台中捷运的绿线向北延伸到大坑往南要到彰化这两段呢 目前可行性研究呢已经送到行政院还没有完成审核 那交通部长王国才昨天跟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到台中大坑现场勘查 那他说呢 因为啊 这个张化东 张东都市计划啊 张化张化的账啊 张东都市计划未定 那造成张化呢 有两处车站以及路线没有办法确定 他将会具体建议行政院一次核定两端延伸 那么后续综合规划的时候如果站址仍然没有定就分段施工 让大坑断先行施工 好 这是一个呃 在呃 台中捷运上面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呃 他的呃 重点其实就是在呃 到底怎么去施工 还有呢 就是这个整个张化的呃 地区的就整个发展呢 其实也跟捷运的先行有关 所以呢 这件事情今天有两个媒体放在头版上面为大家来关注 另外我们来看看联合报的头版还有一则消息 就是有三个安检啊 出包三件的安检出包 那么台铁被罚210万 台铁啊 就他马上就要呃 在明年元旦的时候挂牌成为国营台铁公司了 那么安全改革能不能落实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了 那交通部呢在铁道局9号针对了台铁局安全检查 不但发现有5名人员无照驾驶工程 维修车将近两年啊 甚至于还派任超过50名体检 不合格或者是没有经过技能检定人员来担任 行车人员 另外有超过10名的维修工程车 驾驶跟乘务人员没有执行这个呃 呃 呃 行前九策啊 好 那么三个案子累积在一起 能够开罚了210万 呃 这也是铁道局有机查权以来 是开罚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台铁局就回应说 对于违规的情势都已经完成复检 日后将会加长加强查核啊 不再发生违规的这个事情 但事实上真的台铁啊 变成国国营事业之后 变成公司化之后 其实问题是一大堆啊 呃 我们正在安排看啊 找这个学者专家来啊 一块来检验这件事情 其实呃 马上呃 就会有一个 马上会进行这样的访谈了啊 呃 好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志评祝您啊 有愉快的一天 就明天再会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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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